这一大类叫自处理软件 自处理软件历史很久了 最早的其实是微软做的 微软做的那个Word 然后后来他又做了各种其他类型的 PowerPoint 还有他的Excel 然后最早期的时候 其实自处理软件主要是桌面软件 是大家本地用的 本地用的你写了之后 你就存在本地边这个文件 如果你跟别人要协作的话 你就把文件发给别人 对吧 复制一个Copy 那这个会有个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多个人 都要去修改这个文件的版本 特别麻烦 因为不是统一管理的存储 所以后来就到了Web 2.0时代 很多传统的桌面应用 都被搬到了Web上面 Web上面一开始 最早的时候有两个startup 一个叫Writely 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 被Google收购的 还有一个是叫Excel to Web 这个startup是在纽约 这个startup它是做 Writely 我先讲Writely Writely它是做那个类似于 把Word搬到网页上的这么一个小的公司 相当于你可以在网页上去打 新建一个文档 然后去写这个副文本 然后Excel to Web 它是纽约的Excel 它做的是类似于Excel 但是是在Web上的 然后这两个公司后来都被Google收购了 然后收购了之后的话 这两个团队就慢慢变成了现在Google Google Docs的整个这么一个大的团队 然后他们在Google内部 把这个原来Web版的应用变成了可以协同的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用到的 就是你写别人也能看见别人也能写 这个是后来慢慢演进过来的 不稳定 不稳定 OK OK 我接着说 后来不是有了手机吗 移动手机 移动手机火了之后 Google Docs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大家在手机上用过Google Docs吗 我有用过 是不是觉得非常难用 不好用 对非常难用 所以就是在移动时代的话 出现了很多新的产品 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小公司叫Quib Quib后来被Salesforce买了 应该是前两年买的吧 应该是可能5亿美金左右 然后这些新的公司 它也是做文档类的这种产品 然后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更轻量化 然后速度更快 然后在移动上的体验做得更好 这些小的公司的产品 大家有兴趣可以用一下 一个是Quib 还有一个是最近比较好 叫Notion 就是N-O-T-I-O-N Notion 它是做在线Wiki的 就是它把Wiki做成了一个更像文档编辑的这么一个产品 然后大家可以写它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就是外部时代的这些技术 就是大概是2000年到2010年之间 Google Google Docs团队做的这些支持Google Docs的产品的这些技术 然后移动 移动时代这些技术有些已经落伍了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有最新的最好用最简单更简单容易使用的技术的话 不要觉得惊讶 就Google有很多东西其实从技术角度来看已经已经有点落伍了 但是它基本的那个思想我觉得还是还是很有价值 大家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好谢谢 后面内容可能还是需要有个PPT的 没有PPT讲起来,要么我就在这画,画的效果可能会差一些。 画的会丑一些。 在线文档协作,如果用户视角看,很简单。 这里有个人,对吧? 然后,它是用一个浏览器。 这个Prom的这个东西,我也会画。 就这样。 然后,通过浏览器,最后达到云端,对吧? 这边是云端,所有的在这。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浏览器,然后这个另外一个。 然后,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里面很复杂。 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 首先,我们把浏览器稍微分解一下。 我们把浏览器稍微分解一下。 然后,我们把浏览器稍微分解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